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节目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San Jose的玫瑰园 这个Rose Garden 这个圣河西玫瑰园呢 不仅是我们湾区最大的玫瑰园 而且是全美最佳玫瑰园之一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进去看看 这个玫瑰园里数千种玫瑰 看看它们有多么的灿烂多彩 这个圣河西玫瑰园呢 占地有5.5英亩 据说呢这个里头有3500多株的玫瑰 品种呢有189种之多 全美这个最佳玫瑰园 这个称号呢名不虚传 每年呢 4到5月的时候呢 就是游客最多的时候 而且呢这个地方经常有人在这拍婚纱照 尤其是夏季这个学生毕业的时候呢 很多学生都跑到这里来拍这个毕业流列照 这是这个漂亮的喷水池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玫瑰园中央的喷水池 这也是一大景观啊 是这个玫瑰园中央的喷水池 就是这个玫瑰园中央的喷水池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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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呢 由于占地面积比较大 而且它这个设计呢 有横的 竖的 斜着的等等 那么你就可以学取你喜欢的这个路线 随便的在这个花丛中穿梭 捕捉呢 这些精美的照片 我们从这些视频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哈 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多的 尤其在四五月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花开的旺季 很多人呢就是到这里来徒步啊 休闲啊 拍这个毕业照啊 婚纱照啊等等 这个地方呢 的确是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呢 你到来之后呢 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思绪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在这里呢 捕捉到你想要的东西 下面呢 我们就来一起欣赏 我在这个玫瑰园里穿梭 用这个GoPro拍摄的一些画面 希望大家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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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